在德国慕尼黑博物馆 寻挂着这样一幅人物画像 上面有一首提示 它的思想深入数学、空间、大自然的奥秘 它测量了星星的路径、地球的形状和自然力 它推动了数学的进展直到下个世纪 提起它的名字 足以让整个学术界为之颤动 即便它逝世已达百年之久 也依然是万千数学家尊崇的大师级人物 是成就了一个数学王国的巨像 没错 它就是有着数学王子美誉的狗斯 本期天才剪辞节目 咱们就一起走进这位绝世天才的传奇故事 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 于1777年4月30日 出生于德国中北部城市布伦瑞克 父母都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人 高斯从出生之时起 就注定了是个非同寻常的孩子 天资聪颖的他 三岁便能纠正父亲 借债账摸的错误 九岁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 求解从一到一百的和 十二岁已经开始怀疑元素 几何学中的基础证明 然而 目光短浅的父亲并不愿意培养他的天赋 一心只想让他安分守己 做个园丁或者白领 索性母亲和舅舅尊重他的兴趣 极力支持他学习数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国家表明 吉封结束 少年 能夡 vegetру绵 我们 anticipat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最伟大的数学家 这样崇高的评价 似乎也只有高斯才能承担得起 他的才能 仿佛永远是风营充足的状态 每一刻都有新鲜的想法横空出世 年纪轻轻便已硕过累累 他在数学方面取得的道义 是多少人一生渴望不可及的财富啊 然而 年少成名的高斯 依然在积聚着能量 不断激发自己的潜能 以暴风式的速度迅速成长 属于他的数学大厦 正如雨后春笋般 拔地而起 1799年 高斯再次向世界展现了 他的数学方面的天赋异禀 其人生旅程中 最为辉煌光彩的一段时光 也随之拉开了序幕 他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 给出了一个重要的代数定理 任意一个多项识 都有附属根 即所谓的代数学基本定理 从而开创了存在性证明的新时代 与此同时 他的博士论文也成为了数学史上的一块里程碑 两年后 高斯的第一本知名著作 《算数研究一书》正式发表 这本书是数论第一本有系统的作品 其中关于同余的概念 和二次互反略的证明 也是首次被介绍 更是几乎囊括了高斯 关于数论的所有重要研究 这部作品被认定 是奠定了近代数论的基础 堪称数学史上 画时代的经典著作之一 高斯说 数学是科学的皇后 数论是数学的皇后 他常常居尊去为天文学 和其他自然科学效劳 但在所有关系中 他都堪称第一 1801年 意大利天文学家皮亚奇 发现在火星和木星之间 有一颗行星 并将它命名为 古神星 现在我们不能了解到 它是火星和木星的 小行星带中的一个 但当时天文学界争论不休 有人说 这是行星 有人说 这是会星 必须继续观察才能判决 但遗憾的是 皮亚奇 因并耽误了 观测的最佳事迹 从而失去了 这颗小行星的精确轨迹 只能观测到 它九度的轨道 再来 它便隐身到太阳后面去了 因此无法知道它的轨道 也无法判定 它是行星或会星 高斯不经意间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着手开始寻求 关于这一星体轨迹问题的求解之法 经过几番试验 它首次将数学上的最小二乘法 运用到观测过程中 独创的 只要三次观察 就可以计算行星轨道的方法 为了验证这成果 它还准确无误地 预测了古神星的位置 此年 善于思考和观察的高斯 又准确地预测出了小行星二号 至神星的位置 使得他的生命更加远波 各种荣誉桂冠纷而来 1818年到1826年间 高斯主导了汉诺威公国的大地测量工作 他一几日地为测地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 五六年间 一直重复着白天观色 夜晚计算的工作流程 据不完全估计 其经手的大力测量数据超过一百万个 在观测工作正式进入正轨后 他又转入处理观测成果的计算中 创作出了近二十篇 对现代大地测量学 具有重大意义的论文 1830年 高斯辞去了天文台的工作 开始和韦伯共同研究电磁学 他们的合作进行得分外顺利 世界上第一个电报机 磁观测战 世界第一张地球磁掌图陆续被研发出来 数年间 他们创造了无数的奇迹 极大推动了电磁学的进步和发展 1855年2月23日凌晨 高斯于睡梦中去世 无论数学还是物理 亦或其他的领域 但凡高斯有所兴趣涉足 必然会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非凡成就 学术上的他 光蒙万丈 如同钻石般闪耀 是能从九霄云外的高度 按某种观点掌握星空和深奥数学的天才 然而世界上是没有人可以仅凭天赋就能冥满天下的 高斯亦是如此 荣耀的背后是一生的兢兢业业 后继步伐 他为了从事数学和其他方面的研究 几乎放弃了所有的娱乐事件 150多篇无险可击的科研论文 是其留给世界最美的痕迹 生活中的他 低调勤奋 很少外游 甚至可以说 高斯的生活也是学习 每天一小时在博馆浏览各类报纸 拥有六千多卷各种文字的藏书 广泛阅读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 更加令人敬佩的是 在62岁的高龄自学了俄文 每一项成就拿出来 都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这就是约翰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 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学者 一个位于数学巅峰上的大师 一个永远映刻在人类心中的神话 好了 本期天才简史 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 赶紧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公众号 天才的简史 这里有十万科学爱好者 等着你 他是我们物理学上的入门导师 为我们描绘了一个 关于电学的神奇世界 他也被冠以 电学牛顿的荣誉头衔 然而 随着岁月的更跌 他就像遗失在风中的烟花 尚未与我们熟食 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历史留给他的描述 也只有寥寥几句 我们每天目睹着他的名字 却从未了解过 这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下期天才简史节目 敬请 期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